嗯 你說滿意整個設計 不知道最滿意是哪個地方呢 其實整體的效果我都挺滿意的 特別是睡房的設計 他們很細心地給了很多建議我們 嗯 那整個設計是否都是設計師想的 你一開始有沒有特別要求 都有的 因為單位地方又不大 雜物又多 所以收納的空間就變得很重要 而且我們上一間屋看起來更加光亮 設計師真是很有耐性和細心 在整個過程之中 我真的感覺到他們是想幫客人 做到他們理想中的dream house dream house 怎麼做得玫瑰花 終於知道這枝花有什麼用了 今次我們再次來到 這個單位需要面積459呎 兩房兩廳 一起看看設計師如何做到一個 一家五口的安樂鍋 廚房櫃門用了超白片底噴灰玻璃 加上中間的黑鏡配襯 型格得來 又可以折射光線 增加廚房的空間感 煮食位置用回不瘦的物料 就更加容易打理了 貼心的地方還有吊櫃底加設光管 夜晚煮食都可以有足夠的光源 我和家人都很喜歡這個設計 不知道你又喜歡不喜歡呢 溫暖簡約的設計是最多人喜歡的 就像這個客廳一樣 電視櫃以白色為主 加上灰玻璃做點綴 櫃邊近洗手間的位置做了斜邊 可以增加客廳的視野 而客廳的長身都用灰色 配合淺木色地磚 帶出北歐風的感覺 那你說滿意整個設計 不知道最滿意是哪個地方呢 其實整體的效果我都挺滿意的 特別是睡房的設計 他們很細心地給了很多建議我們 整個設計是否都是設計師想的 你一開始有沒有特別要求 都有的 因為單位地方又不大 雜物又多 所以收納的空間就變得很重要 而且我們上一家屋看起來 光晚一點 都想兩個小朋友住得開心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小朋友房的設計 是更加特別的 嗯 小朋友房一般都是雙層床 如果有工人姐姐就多加一個子母床 不知道你這裡有多特別呢 我們去看看物資 好 這個小朋友房是給兩個小朋友 和工人姐姐一起用的 所以設計師就用了藍白色調 做了兩個上床下櫃的組合 床欄用了間隔方柱 配襯衣櫃門的設計之餘 亦都可以增加上床的通透感 以及最重要的是可以留意到 上床小朋友的安全 至於工人姐姐睡邊 這裡就是這個空間 這裡會擺放一張工人姐姐的摺床 設計師很貼心地用了一張活動的掛梯 拿開之後 這裡就可以有空間 可以給工人姐姐打開她的床 儲物方面 兩張上床都做了床頭櫃 而床下亦都做了衣櫃儲物 摺床位置的櫃 就回摺床的高度分了上下門 方便使用 旁邊還有樓梯櫃桶可以儲物 另外櫃門藍白粒特條紙的設計 延伸到書櫃連貫整間房間的設計 Cherry啊 不僅小朋友房 主人房的設計我都很喜歡 尤其是這扇門 用直條斜角的灰鏡 襯灰玻璃的設計 令到這扇門好像一個很漂亮的裝飾為新 打開房門 裡面更漂亮 是嗎 主人房的色調 以深木色和白色為主 感覺舒適高貴 採用了地台收納雜物 除了有衣櫃之外 設計師都利用了床頭的空間 做了一個高身的櫃 善用了房內每寸空間 另外設計師加強了近窗邊的長身 令到近窗的位置 可以做到一個矮身的裝桌 Sophia就可以坐在地台化妝 亦可以同時減低房間的壓迫感 Sophia 單位就參觀完了 那我想問一下 你會給這次這個設計多少分呢 不用說的 100分 那將來有需要的話 會不會再找我們設計情報中心 或者推薦給朋友 一定會 我知道你們有一個 叫D-Points的會員計劃 可以介紹朋友來裝修設計 就可以儲回 我也想換一部新的吸塵機 所以一定會推薦 如果想了解更多 歡迎瀏覽DIC的網站 網站上面除了有 1000個真實效果滿意個案 和近2000個有價目的參考個案 不斷持續更新之外 還有大量真實設計 和3D效果圖 而每個個案 在網頁底部都有單位價目參考 DIC的每項工程步驟到別墅 嚴格遵循三大國際ISO指引 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 環境管理體系 和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 設計情報中心是註冊小型工程成建商 進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進行相關的裝修和小型工程 而且DIC還推出自家會員計劃D-Points 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給客人使用 只要登記成為會員 無論日後是自己裝修 還是推薦親友選用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D-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舊客戶成功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號碼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D-Points積分 就算推薦人未曾慰顧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而且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編號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都可以獲得D-Points積分 客人可以透過D-Points內的積分 換令各式各樣的禮品和服務 現在就立即成為D-Points會員 一起贊取無限獎賞 想知道我們的工程限額滿了沒有? 那就要看看設計情報中心的DIC開單 及工程統計圖表 設計情報中心 擁有自家設計師和裝修團隊 並不是平台式經營 報告已準時和高質素的服務 令客人對我們有更大的信心 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著緊每一個步驟 確保工程質量 每一個部門進行的每一個步驟 都必須遵從我們的公司管理文化 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ISO的指引 由於設計需時 為了確保工程的質素不受影響 所以設計情報中心不會攬住工程 因此設有接單量的上限 每一位來到門市和設計師會面的客人 都可以由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 看到工程的統計圖表和分佈地圖 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 現在有多少單負責中的工程 所有的資料都是實時更新 顯示現有工程和上限的比例 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 設計情報中心就不會再接受新的工程 確保我們的團隊能夠以最高的水準 去做好每一單工作 正正是因為我們有這麼高水準的管理 以及堅拒攬接工程的服務精神 所以我們才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的室內設計 以及裝修一條農服務公司 設計情報中心引入了最新技術In-Ray Machine 融合了AR和VR的科技 輕鬆地令大家可以更換室內環境內的 裝修素材和顏色 不需要等收樓 設計師亦不需要再上單位度尺 更加不需要再花長時間等設計套 幼orig 俱裝自行化 与设计师初次会面 不用下订 不用等收纽 不用上单位度尺 只要透过In-ray Machine 单位间隔和傢俱的摆位都一目了然 还大大减低了沟通上的每天 In-ray Machine 引入3D VR 技术引擎 配合 AI 智能设计系统 有多种风格和装修物料以供选择 无论是墙子、油漆、地面、天花板 都可以一键转换 即时感受多种设计风格 就算有选择困难也没有拍 而且可以360度无视觉视察单位间隔 调整视线的距离 就像亲临其境一样 漫游单位有一种更真实的视觉体验 如果想看到更详细的单位和傢俱设计 又想拜托一部体验全港首推的In-ray Machine 3D单位设计 就要来设计情报中心找我们的设计师谈谈 DIC In-ray Machine 用想像见未来 快点来设计情报中心优先体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文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